高雄市那馬夏區是知名賞淫地區 其實櫻火蟲的富裕 從八八豐災後 部落族人重回家鄉 改變農革方式 以友善土地的觀念 恢復自然生態 也讓漸漸稀少的櫻火蟲 大量出現在山林之中 大家開始注意到 原來這個其實是很多人好奇的 那有一個部分是觀光的需求 可是對我們來說 其實也是一個生態恢復的一個指標 另外在台北市木柵翠湖公園 原本是一個人工化公園 水泥滬岸加上氾濫的外來種魚類 讓漾火蟲失去漆地 在公園裡掘跡 經過三年的改造 移除外來種增加自然漆地 在富裕放養漾火蟲後 不止漾火蟲重新回到公園裡 許多生物也一起出現 整個漆地的改變以後 同時半生在這裡的 包括兩漆類很多的蘿類 依靠它生存的 更多的這些生物包括鳥類 那整個系統是跟著改變 而不是只有單獨 只為了螢火蟲而去做這些努力 從山林到城市 賦予螢火蟲成為生態指標 暗夜裡發光的螢火蟲 有著不同故事 訴說每個地區守護環境的心意 記者綜合不到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